来自法国的台湾籍神父刘一峰 一转眼来到台湾55年了 8月5号这天是他的80岁大寿 教友不止帮神父庆生 还在这天办理二手物流仓库的街牌仪式 前副总统、陈建仁及夫人、主教、玉璃政长都到场之意 现场奔心感人 笑起来眼睛完整一条线 这样腼腆的笑容是刘一峰神父的招牌笑脸 8月5号是他的80大寿 教友们为神父庆生 同时也是二手物流仓库的重新整修的街牌典礼 双喜离门 前副总统、陈建仁以及他的夫人也都到场之意 活动开始之前 先从主教、以天主教的仪式洒圣水来揭开序幕 请来唱主耶稣交给我们的祈祷文 前剑人致辞的时候说 刘一峰神父对他来说是一位活的圣人 一生奉献在台湾 台湾人有慈悲、愿意帮助别人 刘一峰就是这样的台湾人 如果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就是慈悲善良的话 那么刘一峰神父这个二手物流馆 其实就是来我们观光饭店 来住宿的人最好的参观的一个景点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爱 刘神父不断感谢台湾人付出的爱心 这间二手物流重建也很多次了 也都是来自台湾人的爱心 这次重新整修不只是把屋顶搬修 也把室内空间整理得非常温馨 多了咖啡吧台 贩售在地咖啡 神父还说未来要帮无家可归的同仁盖房子 让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间 在两分天内有足够的经费来受伤 这是一个奇迹 是爱的奇迹 因为台湾人的心是真的很慷慨 所以我四年前已经做了身份证 忘了自己打完 所以我可以说 我对于我们所有的图报非常地骄傲 不少教友也到场祝福 神父生日快乐 花年来的教友也特地抽空 来到现场参观修缮后的二手仓库 内心充满了感动 我听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就是很震惊 我觉得说很可惜 之前他们一起帮忙 维护这个环境 好像突然就是 好像附属人群 然后全都没有 可是没想到这么多爱心的事 这样他很快速 又可以重新开始运作这样子 完工的二手仓库都可以看得见 透过废物利用的创作模式 加以营造美化 工作人员以及志工们将上万个废弃塑胶瓶盖 重新清洗以及分类 用巧思创作出这一片色彩缤纷 名为希望的瓶盖墙 让回收场也能是游客拍照打卡的景点 在8月5号之后 会正式对外开放阅览室以及休息区 并将所有的收入投入公益事业 继续回馈社会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